仓鼠失伪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难题 在我们临床受益上解决的时候 一般先去排查 首先排查寄生虫 看一看这只仓鼠有没有出现寄生虫感染的问题 因为肠道的寄生虫很容易引起仓鼠的腹泻 从而导致仓鼠会出现类似于失伪症的一个症状 很多伺徒也会误以为它是失伪症 第二就是细菌性感染的肠炎 因为所有的感染性肠炎都会表现出 这个失伪的一个症状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寄生虫的感染 和吸菌性的感染和病毒性的感染 三种情况造成了失伪症混为一谈 从而导致你不知道该去怎么用药 大多数时候如果只是寄生虫性的感染 和吸菌性的感染引起的失伪 是可以用药去做治疗的 比如说用一些抗急性成药 用一些抗菌的药物是可以改善的 一旦出现了病毒性的感染 导致的失伪症 大多数时候是没有办法做一个解决的 很多时候这种问题可能需要 做一个人道化处理 来去帮助它减轻痛苦